Odio Jungle Odio Jungle 殲-20的服役令中国空军缩小了和世界一流空军之间的差距 据军事专家引卓指出 目前中国殲-20的服役数量应该达到了十架 也就是一个飞行大队的数量 殲-20的性能从其一问世就被人广泛关注 不得不说压抑是气动布局 配合隐身的五代机设计 如今世界上也仅有中国一家 独特的设计自然令殲-20饱受非议 不过空军某合同训练基地 进行的与国产三代和三代半战斗机的对抗中 殲-20以一比十的绝对优势击败所有对手 从殲-20的表现看来 其性能确实可圈可点 殲-20已经达到了美国空军的F-22 F-3510炸交换比 这便意味着中国殲-20在超市巨作战方面 已经有了和F-22 F-351比高低的资格 而且 殲-20也已经确定 要换法国产发动机 那么这样一款性能优异的五代机 最终产量会是多少架呢 美国空军的F-22最终生产了189架 而美国国会也在头疼要低 要不要重启F-22生产线 经过了那么多年当初 只要几亿美元就能重启的生产线 如今将面临天价重启费用 如果F-22最终真的重启生产线 并且复产200架的话 那么中国殲-20的数量 也将大致在400架上下 时至今日 殲-20的性能 也已经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同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殲-20的航空发动机存在短板 在大推力发动机得不到完善的情况下 殲-20始终无法达到 美国空军给出的五代机标准 而且 在大推力发动机的短板 也将成为未来制约殲-20量产速度和装备规模 中国工程院院士甘小华指出 全球能够建造航空发动机的公司 只有三到五家 而中国在军用航空发动机领域 至少落后时间一流水平一代 也就是 20到25年 院士这次毫不留情地指出了 如今殲-20存在的最大短板 同时也令国人清晰地认识到了 中国航空工业水平依旧和世界一流有着差距 不过伴随中国国产航空发动机 已经被提升到了战略级地位 配合上如今先进的科技技术 中国在未来也势必能够缩小和美欧之间的差距 机身世界一流的